我們很開心看到梁振英先生競選時 他的政綱有兩點跟我們的建議相同 還有很重要的兩點 第一點是他覺得中文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要做好他 第二他說如果他做特首之後 他會將中文變成第二語言的考試制度 這就是正正我們建議追蹤其他兩個 因為當中文和考試制度都可以改善的話 令到更多的小組可以讀到中學讀到大學 讀到中學讀到大學之後 當然出來找工作做又會容易很多